然后我这个自由发挥啊 这个是没有任何人这个说过Zoom的 我就来说一下 用今天 起码今天没有人说要买Zoom Zoom今天是跌了5% 那我们就来换一换线 简单的换一换线啊 466一个台阶 480一个台阶啊 他现在没有跌到啊 这里又有一个台阶 是181249要 这就接近了 就这个台阶 他已经触到这个台阶了 那我们这个他也是一个长期很强势的股票 那我们要不要买了这么长期这么强势的股票啊 那他已经跌到了这个200天线以下 那我们现在要不要补一点这个长下去呢 从我的这个大单看Zoom只有一个 就是刚刚九点九点五十九分也就是早上的六点 今天早上的六点 那这个是多少 十点七点吧 美国西岸的七点中 496块钱 525是吧 98 525 那我们现在买比他便宜啊 也是一个末日 敢不敢买一点啊 Zoom 我觉得是可以增加的 在我这个模板里面全这些股票全都是arkk那边arkw那边选出来都是一个非常会大事都是这样非常好的大事都是这样涨上去的股票 那我们是不是新的交易模板是不是我们每天可以在下面看一下这里啊 TDOC这些 他的大事是涨上来我们就不害怕了吗 他的大事涨上来 那我们可以的他买他一个长期的扣等他每次跌下来说我们就买一个长期的扣 那还是这个吸引人一点啊他这个已经掉了5%我们就挂个单他今天最低点是486啊我们就可以过个单随缘单啊 能过得了这个486的话我们就买一点这个487左右我们就买一点他要是再往上去49149149我们就不买 我们过一个limit的单先过好单啊我们就出门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一个小猜测小猜测啊当然这个是不符合那种势头的那个势头你看一下他应该我们应该是补回来这里再买 补回来这里他涨回来这里要我再还会往上攻但是他是把所有的线都跌破了什么200天线啊10天线啊多少 现在他全都破了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补一点上去呢488啊我们可以现在先挂个单再说